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太难了 网上您起了很多名字 你知道吗 伏地魔 顾对对 是吧 别的不知道了 还有顾成如过 是是是 你喜欢大家怎么称呼你 叫大哥 没有 就叫他本名就好吧 我觉得这个伏地魔挺好听的意思的 对于这样顾全大局CP的网友说点啥 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好吗 他过之前说不敢跟官配比 现在有底气了吗 这抢不了 我是伏地魔 但是毕竟我弟他不是那个意思 对吧 他扶不起自鸭头 你看看 一看那姑娘把我推走了 你出来打死你啊 这谁说得了 心里特别会怼人 心爱呢 其实不读蛇 就是喜欢开玩笑 跟谁会怼来怼去 对谁爱撒娇 我跟所有人都怼来怼去 跟党也撒娇 你觉得自己擅长撒娇吗 还好吧 都是为了生活 有网友说罗靖变身长头发中分 特别像全志玄 你怎么看 是吗 真没感觉 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感觉过 变身之后太子是不是绝地反击不妥协啊 变身之后呢 故事的剧情是这么发展的 知道吧 一点点也不可以剧透吗 说完了 说完了 你们后期可能也逼掉了声音的 太子的生日到底送了啥 太子的生日 我送了一份祝福 说太子得子要送礼物 你送出去了吗 以顾丰恩的方式送吧 我觉得以顾丰恩的方式的话 顾丰恩他是特别喜欢调香的一个 一个那种的为人骚客你知道吗 就是随便说说你们真当真了 哈哈哈哈 没有 因为还没到时候呢 对吧 剧场叫太子起床的戏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拍摄现场幕后有哪些故事 三郎起床啦 在我记忆中 那是我进组之后的第一场戏 其实我是很紧张的那一天 因为第一次进这样的组 然后又是第一天去演戏 又是跟静哥的戏 然后还是一个这样的戏 我是充满着紧张区的那个现场 怎样突破这个紧张又陌生的防线 他踹了我一脚 我觉得一下就打开了 静哥能带着我 把我那个紧张的心情给放下 这个动作是剧本写的还是你们设计的 我们自己自己自己设计的 他没有剧本写 剧本的话 他就是就是说 就是只有这个台词嘛 就三郎起床了 今天放榜了 他想在睡觉 三郎起床啦 起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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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哥今天放榜了 然后我我是跟导演说 我能不能上床上去 就跟他这个这个也很亲密 然后也还有一个一跳跃过去 还有感觉很厉害 你知道吗 因为自己有点功底 想展示一下 有点私心啊 第一天吧 总想在导演面前 多表现一表现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然后就按我这个方向进行了 然后故事发展到那个情节之后呢 然后静哥也就是那个 赖赖床赖床赖床 回去 然后他就踹了我一脚 然后掉床 然后整个都是一种随机的 就是就是到那个点 就是 就很舒服 要怪的 反正就是可能也是静哥原来也是学过戏曲吧 我们还有中间也有聊过一些这个东西 很快就打出打中一片 你平时会用这种方式去叫别人起床吗 嗯没有还好 你一般怎么叫人起床 起床了 哈哈哈哈 不吓人吗 你平时会起床戏吗 也会有 但是不会那么过分吧 一般都是电话嘛 打电话 这个该起床了 怎么着 我会先接电话之前 喂 就起来了 好了 拜拜 你有什么设置闹钟的习惯吗 嗯 我一般会提前半样式开始设置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6点钟起床 5点半闹钟就会响 然后一直想到 就是每5分钟响一次 想到6点 然后可能 6点半需要出门 我可能还会再继续 继续睡远去 还是5分钟想一次 想到6点15 看自己的状况 如果说真的 哎可以了 我就起来了 如果还不可以 我会接受最后5分钟起床 起床 穿衣服出门 早上好 快点起床 你要去工作了 粉丝专属 语音智能 人脸识别 支持离线云播放 你的天生专属 小脑龄 你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